雖然到後面才講 但是您進到這邊之後看一下 我們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老師應該都有注意過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 請問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是不是我們影片的品質 對不對 數字越高代表品質越好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 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而且我們都知道720以上 後面是不是都一個HD 那你來看一下 考考各位下面這邊 到底這個數字指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會考這一題 好像動機不單純 另有引擎 好你就選好單選題喔 好了之後請你按上面這個提交結果 這樣OK嗎 來請大家先試一下 我們必須要先把 因為要錄影 你要知道什麼 比較標準的這些影片解析度的大小 這樣你在錄影的時候才不會說 奇怪我錄出來在播的時候 為什麼旁邊會黑黑的 或上下是黑黑的 大部分老師都OK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結果如何 好 點進來 因為這是投票題啦 馬上就出現了有沒有 好 竟然有這麼多老師 覺得我心機這麼重 哈哈哈哈 慘了耶 你知道嗎 只有這些人可以回家耶 影片高度耶 你都以為是寬度 你看還有這麼 欸為什麼這兩個數字這麼剛剛好 哇 旗鼓相當 結果 人數都沒有用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為什麼是影片高度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 您如果點剛剛那個進去 這個進來 我把這個打開 請問有沒有比這個720還更高的 有啊 有啊 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裡 您看到一般這個的話 是320x240 也就是大概我們以前VCD的品質 我們VCD是352x240 那這個呢 360是一般各位最常在哪裡 在我們比如說人家部落格文章 或者是一般的文章裡面 有沒有會貼一些影片 最常見的640x360 這個是720x480 也就是大家 常看的DVD 所以DVD真的比VCD是品質高很多 再來這個是1280x720 也就是我現在這台螢幕的解析度 那再上去是多少 1080 對不對 但是它是1920 1080x1080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那麼一般我們在做 所謂的那個錄影 就是教學的這個錄影的話 大多數我們會建議各位 你錄這兩個 這兩個尺寸 1920或者是1280這個 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都是高畫質的 對不對 當然 有些不得已啦 有些比如說你接上投影機之後 它解析度會自動降低嘛 降到多少 1024x7680 那個算比較特殊尺寸 就是以前的4比3 4比3的那個尺寸 不然的話大部分 我們現在都會錄這兩個尺寸居多 比較不會說 因為你以後再來看 哇照光錄太小了 是不是看起來就小小的 而且你不知道這個比例錄 雖然也是可以錄喔 可是怎麼樣 你在放大到全螢幕的時候 欸各位有沒有以前 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 我們在看以前那個什麼 日本NHK啊 什麼之類 他們不是都會這樣嗎 就是 整個畫面是這樣 可是我們的影片內容 可能就是 是不是上下是黑的 有沒有 上下是黑的啊 就是只有中間 為什麼 因為比例不對啊 就是那個影片比例不對 所以你比例不對 他把你撐到很大的時候 那就旁邊可能就沒辦法填滿 不然就是上下就會沒辦法填滿 這樣你了解意思齁 所以我們盡量用標準一點的影片格式 所以才說為什麼要先考這一題 因為我們接下來是要Active Printer 我們要來剪接影片 其實如果可以 一般我們是在這邊錄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因為你在這裡錄的時候 是不是要錄標準的影片尺寸 這樣是比較安全 那您可以從這邊看一下 這裡設定裡面 我剛剛好像講過 有嗎 在這個叫做影像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影像裡面是有一個來源跟輸出 像我的筆記型電腦 這邊的設定就是不一樣齁 我的是1366 但是呢 他那時候幫我錄10多少而已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到底你 來源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螢幕的大小 然後呢 你到時候輸出就是你錄影的時候的多 辣小 因為有些電腦你可能效能比較差 你可以也可以從這裡縮放一下 這樣就是說 雖然我電腦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還是可以錄下不錯的品質 這樣了解 平常我是建議就是設成一樣的 可是你這個意思是說 我如果要錄電腦螢幕的時候 對假設我現在電腦螢幕是1280x720對不對 我是剛剛那個加的來源要選顯示器嗎 不用不用不用 也就是說不管你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包括你是圖片還是影片 那個錄下來的就是1280x720這個輸出 我的意思是我們如果要錄螢幕的時候 在那個加那個地方叫加 加的地方 你說這個嗎 對對對 如果你要錄你自己的螢幕嗎 對 用這個 對 顯示器的擷取 可是他剛剛有試過進去很奇怪 可是你這樣不行 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對 他會變好幾個圈圈這樣 那個叫做回文 對對對 因為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螢幕 那你自己又在操作這個軟體對不對 對 所以怎麼樣 是會造成 自己錄自己 然後呢 就不斷的重複循環 這樣你了解嗎 我只有兩個進去 自己裡面有自己 然後呢 對對對 自己裡面有自己 然後是不是 變成說 我又把自己錄進去 然後你又再重看 對對對 它就會不斷的循環 這我們一般講 叫無線迴圈 那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解決 要怎麼解決喔 雙螢幕嗎 哈哈哈哈 雙螢幕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 你如果要 因為這個所謂的 您剛剛講這個 叫顯示器就是 我有在螢幕上顯示的所有內容 都會錄進去 喔 所以你要有一個功 對 如果你看 我用這個 你看我從這個 你用這樣一進去 有沒有一直 一直往後走 其實他後面還在繼續走喔 無線迴圈 但是我們寫成字是最怕這一種 哈哈哈哈 因為這樣電腦會當機 哈哈 因為他跳不出來 一開始你要用工作狀態 所以你如果要用這個 你必須一定要用什麼 就是你要用一些圖片或者是 用視窗的 比如說我單一個視窗 假設我要用這個視窗 我就 讓我們OBS裡面這個來源 是用視窗截取就好 我要截取某一個視窗 有沒有 這裡可以選 這樣就不會有 錄到別的視窗的問題 你看我這樣放在後面 假設我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 是一樣 就是我在操作這裡是OK 你看我在這裡 這樣子 不過因為 因為現在就是只有一個螢幕 所以很 很難給你看到 正常的 只要正常就是我這邊在動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在動 這裡應該也在動 嘿 會像這樣 所以單一螢幕 你就是變成要用視窗的方式 來當做它的來源 不要把整個螢幕 通通再放在裡面 這個螢幕顯示通放在裡面 所以就用那個什麼工作模式 欸如果你有雙螢幕的話 就是可以用所謂工作室模式 工作室模式 對對對對 嘿 這樣會比較好 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 像這樣打開 我可以有一個場景 你看我 假設我有兩個場景 剛剛老師有遇到這個問題 他 錄到另外一邊 比如說我這有一個場景 是 這個是開幕的 然後呢這個是 活動進行中 還有一個ending的 我把場景都準備好 那麼 要做的時候 我就用這樣切換 就是我傳播出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切換了 像導播一樣 好 一號鏡頭 二號鏡頭 他就可以直接做切換 這樣子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了齁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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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對嗎 然後呢